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吕不韦在秦国呼风唤雨 吃香喝辣 风头一时无两 能做到如此辉煌 光说他有小聪明那是不对的 客观来说这个人还很有才 有治军治国之才 子楚即位以后的几年里边 秦军南征北战 确实是赚了不少便宜 正幕后的指挥那都是吕不韦啊 而正是这一系列的活动 引起了东方各国的恐惧和警觉 东方诸侯组织起了对秦国大规模的反击 时间是从公元前247年开始的 正是战国的末期 这种大反击一共有两次 两次合纵攻勤的大战役都是在吕不韦执政的期间 而吕不韦代表秦国硬生生的接了六国这两掌 对稳定秦国的霸业功不可没 这两次合纵一次是由魏国人领头 一次是由楚国人领头的 先来看看楚国吧 好久没提到楚国的事了 楚王现在还好吗 不太好 秦国人这几次军事行动把楚考猎王吓得不轻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是举全国之力力保领土不失吗 嘿 楚考猎王才没那么傻呢 他准备跑 逃到哪里去呢 别担心北方形势险峻南方还有大片领土呢 楚国不是地方千里吗 于是在战国四君子春生君的建议之下 楚考猎王跑到南方去 在吴国故都姑苏 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大兴土木 迎建宫殿 用史书上的话来说 那叫宫氏即圣 宫氏指的就是王氏宫殿的意思 宫氏即圣就是说 当时啊 在苏州城这个地方 楚国王室过得非常的奢华呀 后世有史学家批评他说 春生君相楚 楚正弱 秦正强 不能为国谋 乃迎其都 而胜宫氏 何足道也 意思是说 春生君 你在楚国为相 楚国这么弱 秦国这么强 你不能够想方设法 抵抗强国 强大楚国 而是歪着心思 鼓励他往南跑 营造一个穷奢极欲的都城 让楚王享受 这算什么事 真不是爷们 好了 楚国人给赶跑了 秦国人又开始问候一下 魏国人了 秦庄湘王 也就是子楚即位的那一年 蒙奥取得成高 行阳 设了三川郡 在战国册当中说 秦有正地 得还庸 决行则水灌大梁 大梁必亡矣 行阳这个地方 处于行则西北 是大梁城 也就是魏国都城的咽喉 直接关系到 整个魏国的存亡 这还没算完 没过几年 大将王和再接再厉 扫灭了赵国太原地区 残存的赵国势力 设立太原郡 随后南下与大将蒙奥联手 攻占了魏国的高都 这样从太原经过长平 再到高都 秦国已经构筑一道包围圈了 把魏国的西部 和赵国的西北部领土 全部切割了 本来这个包围圈 多年以前 公元前260年 打架司马耿 进攻太原的时候 已经出具规模了 只可惜功亏一篑 在邯郸围城站的时候 土崩瓦解了 现在十几年过去以后 这个包围圈又合拢了 而且蒙奥还有更厉害的一手 一掉头 从武至这个地方北上 攻克了极限 这样一来 黄河北岸 从太原 高都这一线的东部 太行山以西的 全部的魏国领土 又陷入了被分割包围的险境 别人都打到自己家里来了 自家的围墙都被别人推倒了 魏王这个时候 实在没有理由再沉默下去了 而且魏国军队屡战屡败 让魏王大失所望 他不能不沮丧地承认 手下这些蠢货 一无是处 心里哪叫一个郁闷啊 看起来 魏国远不是秦国的对手啊 放眼魏国 连一个可用的将领都找不着啊 这个时候 有人出来提醒 魏国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用的 这个人 就是魏王的亲弟弟 这个亲弟弟 目前正在赵国避难呢 没错 说的就是信林军魏无忌 当年 为了救赵国 信林军切服救赵 打死了无辜的将军禁笔 这种手段其实并不光彩 而且纯属犯上 所以 解了赵国首都邯郸之围以后 魏无忌是打死都不敢再回祖国了 而且 在赵国的生活不错 赵国人为了感谢他做出的贡献 确实给他了不错的待遇 一转眼 这十年就过去了 十年了 他不想回家 一点都不想 因为回去就是死 有什么好想的 现在 魏王终于想起来了 哦 这个弟弟确实是领军的人物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还计较什么呀 现在又解燃眉之急 赶紧去醒吧 安理说 我都不计较你以前犯的错误 我来请你了 你总该乐呵呵的回来吧 可没想到 魏王的使者三番五次的拍门来请 求魏无忌回国效力 魏无忌却心有余悸 他曾经犯的错误太严重了 担心现在说的好听 回去以后就是重提 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所以但凡是魏国来使 魏无忌已改拒绝相见 后来实在不耐烦了 通知自己的门客 在门口贴张纸 使者与狗不得入内 而且门客当中 有敢替魏国使者通报传信的 一律处死 魏无忌手下的门客 大多数都是当年 从魏国跟着主人到赵国来的 先前犯的罪 魏无忌是主谋 其他人也是从犯 所以门客当中 也没人敢建议魏无忌回国的 眼瞅着这事就要黄 魏国使者都快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 历史又给了魏国一次机会 让他有机会 多狗眼残喘几年 魏无忌在赵国认识的 两个新朋友站了出来 劝他回国效力 这两个人 就是赵国著名的隐士 毛公和薛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务必耐心等待